三碗饭系列又来了 咸猪肉将会成为你的新宠治安 从肉摊上卖的咸猪肉都是干干的 另外他们用的是干擦的腌制手法 在料理中先把黑胡椒粒、细盐、糖以及五香粉拌匀 温体猪五花肉先切成二至三块 在五到六分钟的料理 猪皮是来不及呈现良好的口感的 它做成吃得嘴巴沾沾黏黏的卤肉饭 在涂抹干擦腌料之前 先用厨房纸巾把肉尽量吸干 干擦腌料足以涂抹所有猪的表面 里里外外边边都抹上一些 用手使劲搓揉 食盐能够在腌制时令肉产生独特特殊的风味 而糖能够改善成品的滋味 对腌肉的质量起到良好的效果 大蒜切成粗末 再跟腌肉一块搓揉一会儿 保鲜膜封好 放入冰箱内腌制 时间会回馈你美味的 耐心等待三天后再来使用 腌制三天后 在冷藏柜中七天上位期 如果需要放得更久 冷冻结冰可存放两个月 腌制三天后的咸猪肉仍是干爽的 切片后会明显看到整块肉都有腌透 准备制作炒青蒜的材料 先把炒天焦及青蒜切斜片 一般来说 在台湾都会干煎咸猪肉再配生青蒜 可以说是很有特色的吃法 略微加热 蒜的甜味和芳香会出来的比较好 这次做快炒菜 咸猪肉切片但不要太薄 食用时的口感会比较好 加热锅子 少量的食用油热锅 不需辛香料爆炒 咸猪肉本身已带有黑胡椒粒 五香粉及大蒜 而青蒜本身也具有强烈的气味 加入肉片 略炒一两分钟 表面上色后加入一汤匙料理米酒 马上盖锅盖 焖约30秒 有助肉片熟成 接着加入青蒜及炒天焦 调味时在青蒜上撒上少量的盐跟糖 再略炒就出锅 青蒜略微加热即可 不需熟透 使用时的口感更佳 味道更好 简单料理 下饭下酒的佳肴就轻松完成啦 咸香辛辣 来 再来一碗白饭 开灯 子打开 没有 温暖 雅 超 可 的 感谢观看